行動派出所正式開工 一名遠景車上待命 前方還有電腦 這小小空間就是辦公室 但柯P新鎮開跑 民眾到底知不知道 你知道行動派出所是什麼嗎 不知道 我知道 那個就是行動的那個 就是報案的警車 似乎還有點疑惑 但不少人對他是充滿好奇 行動派出所編制 四人行程一警网 兩人騎車巡邏 兩人車上待命 定點固定一小時 巡邏半小時為循環 行動派出所上路 民眾看到車輛可以攔車 或者是到車旁找員警 直接報案 小姐你需要報案嗎 現在報案可以到行動派出所 車內筆記型電腦可以記錄報案 而警用特種車也不受怠速限制 五台車分部 大同分局兩台 會在雙連鎖救助地 還有寧夏延三夜市定點 中山分局執行時間 是從晚上九點到凌晨三點 針對稠密的長春路口 景州街口等處服務 中山分局則選擇人潮聚集 交通頻繁點 例如小巨蛋 微風廣場等等 新一分局是從下午開始 包含101大樓 台北市府等等 都可以看到行動派出所 所望以後 再到我們雙連鎖裡面的 轄區的針對學校 還有金融機構等一些 治安要點 來做行鎖 一個行鎖的任務 行動派出所在車上報案 小空間機動性 突破以往所內限制 到底這樣的機動 巡邏網還有柯P的三項新警政 7月1號開始正式接受檢驗 這有劉世偉 燕營台北 彩訪報道 市民電視